一只突救正要享用自己丰盛的大三 却不知大三突然醒来 一把抓住他的鸭脖 静止把他扔下了万丈深渊 男孩挣扎的爬起身来 竟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两世一厅的悬崖峭壁上 他联盟大声呼救 可却没得到任何回应 原本好好地和族人狩猎猫流 随着他被一只公牛相中 直接被挑落山崖 摔得半死不活 眼看族人已经将他舍弃 这下该怎么办 他之后尝试向下攀爬 可这岩壁实在太过陡峭 他突然一个脚滑 差点就直接交代了 好在他双手死死抓住岩石 这才勉强保住小命 但结果也更加尴尬了 双脚没有了支撑 他上也上不去 下也下不来 就这样 男孩坚持了三天三夜 没想到风云突变 脑天似乎要留他一命 漂泼的大雨 很快在牙底巨成了一条河流 男孩意识到 这很可能是他最后的机会了 眼看水流又长高了一点 他终于靶心一痕 双脚用力一蹬 当男孩再次醒来 周围已经风平浪静 而自己也成功得救 他爬到一处水坑 也顾不上有毒没毒 把你埋进去 就是一顿大喝特喝 然而当他脱下斩穴 却又发现自己的左脚 已经从36码 总成了47码 这下又该怎么办